今天教给大家大陆客户购买比特币最安全最快捷的方法 今天的视频如果你是新手朋友一定要仔细的看完 因为在币圈有非常多的骗子骗局呢也是非常多 新手朋友一定要注意 本期视频会教给你如何识别交易所里面的骗子 如何安全的买币卖币一个完整的流程 所以如果你是新手今天的视频千万不要错过 我会从这五个步骤从最开始到一个实战演示的过程 埃格的给大家讲一下好我们先去第一个注册一个欧易OKX交易所的账号 我们如果想去购买比特币这些虚拟货币必须要有一个交易所的账号才可以 在我们国内有三大交易所分别是欧易然后币安还有火币 选择欧易的原因呢他是在国内叫欧易在国外的话叫OKX 选择这个交易所的原因呢是这个交易所的话大陆用户可以注册 币安火币不接受我们大陆客户 第二个原因呢是他的手续费相比于其他的两个要便宜的很多 他的注册链接我会放在视频的下方 您可以也用我的链接去注册用我的链接去注册的话是有好处的 是什么好处呢 首先这边你可以获得价值20元的比特币和10美金的返游卡 其次呢这边会有一个最大的优惠可以把你的手续费终身减免20% 我说的是终身减免20% 也就是打八折非常非常的划算好 我们复制一下这个链接到浏览器里面然后打开 打开之后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这边会有一个选择国家 你这边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一下就可以了 我自己的话选择是中国 然后点击这边点击下一步 然后点击确认就行了 呃 然后我们填上我们的手机号填上我们的邮箱就可以 注册成功了 注册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先登陆一下看一下能不能 呃正常登陆好 如果正常登陆是没有问题 我们就进行下一步下一步呢 就是安装交易所的手机端 交易所的话 先来给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要安装他的手机端 大家可以看得到在电脑上面有非常非常多乱七八糟的这种东西 我们新手朋友根本看不懂也看不明白 但是在手机上面没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操作起来呢也是很方便 好我们来看一下手机如何下载安装我们先来说一下安卓 安卓手机的话比较简单大家可以把鼠标放到这边 这边有一个向下的小箭头 然后在这边有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用我们的QQ或者是微信扫这个二维码 然后下载如果提示被拦截被封控这个时候呢可能是被人恶意举报了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选择用别的 比如我这边有一个360的一个浏览器或者是其他的基本浏览器的话都是带这个功能的 就是这边有一个扫一扫的功能 你也可以直接点这个扫一扫然后直接扫这个码也是可以的 或者是呢大家都是有支付宝 你也可以这边点击一下你的支付宝 然后支付宝这边有一个扫一扫的功能也是可以用的 其实还有一个最简单的就是你这边在这个电脑上面先登录一下你的QQ号 然后这边点击更多客户端 会来到一个这样的页面 然后你选择下载他的APP 然后选择安卓把这个APP下载到这个电脑上面 然后电脑登录QQ号直接拖拽进去安装就可以了 安卓手机其实非常简单 就今天难的主要是苹果手机 因为苹果手机的话你需要海外的ID才能下载他的APP 也就是苹果的商店账号的ID 由于一些特殊的大陆的原因 你不能直接用大陆的ID来下载他的APP 然后必须要用海外的才行 是哪一个呢 给大家看一下 在这边有一个APP store 苹果应用商店 然后这边右上角这边的这个账号 不能是大陆的必须是海外的 然后这个账号是在哪里弄呢 呃 大家去一下谷歌 记得一定要去谷歌 你去百度的话搜不到 呃 然后搜索一下海外苹果ID购买 或者是美区ID购买 然后这些关键词都可以 价格呢也是很便宜 几块钱一个吧 呃 五块钱啊 这个是 反正都是挺便宜的 大家到时候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十几块钱 大家随便的找一个太多了 哪一个便宜买哪个就可以了 然后当我们买完之后呢 呃 拉到最下面 这边会有一个退出登录 退出我们自己的这个大陆的ID 然后登录上我们刚才这边有一个登录的按钮 登录上我们自己的这个买的就行了 然后点击这边的搜索 搜索一下okx 然后第一个啊 这边可能是其他网站的广告 我们不要管这边写的广告两个字 然后这边呃 有一个黑底五个白色的方格 呃 这边会有一个下载 大家直接下来就可以了 我这边呢 已经提前下载过了 是没有问题的 好 好我们继续下一个呃交易所的APP安全设置 我们的钱都是在交易所里面 所以安全问题一定要设置好 我们来看一下如何设置 首先先登录一下我们自己的APP 我这边已经登录过了 是没有问题的 好已经登录上来了 这个是我的安卓版本 然后我们点击这边左上角 首先呢我们先认证一下我们的账号 点击这边 这边点击一下 然后这边有一个身份认证 我们认证一下就行了 呃 每一个交易所都是需要认证的 然后安全问题 大家不要担心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这个是全球数一数二的呃交易所 然后有一个安全设置 我们点击安全中心 然后像这些东西大家呃 设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登录密码手机像这么东西 偏好设置这边默认就行了 好基本的设置完成之后 我们要进行下一个就是绑定一下 我们的银行卡 因为我们赚钱了 我们需要提现 我们买币 我们需要付款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呃 把我们的银行卡绑定上 然后点击这边选择crc交易 选择这边有一个我的 然后这边有一个收款上户管理 然后点击立即添加就行了 添加上自己的银行卡号 这边有一个地方要跟大家说一下 他这边会有三个微信 支付宝银行卡 大家一定要选择银行卡就行 像支付宝 微信就不要添加了 因为银行卡的话不容易被冻结 微信支付宝容易被冻结 好 我们接着来进行下一个基本的设置都完成了 第四个就是什么是USDT 如何购买USDT 先来给大家说一下USDT 它的中文叫做太达币 USDT是和美元挂钩是相等的 一美元呢就是一个USDT 一个USDT就是一美元 在世界上通用的货币是美元 但是在虚拟货币交易市场通用的货币呢 就是这个USDT 泰达币 一般我们都是喊他叫USDT 简单来说 我们想去购买一些虚拟货币 像比特币 狗狗币以太坊之类的 只能用USDT去购买 目前世界上任何的国家的货币 不论你是美元英镑人民币 都是不能直接购买这些虚拟货币的 必须通过一个中间转换的货币 这个货币呢就是USDT 说白了只要你想购买虚拟货币 必须先去购买USDT 才能购买这些虚拟货币的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这边我有美元 我有英镑 我有人民币 我有欧元 我想直接买这些虚拟货币 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你必须拿着你的人民币 先去购买这个USDT 然后用USDT 才能购买这些虚拟货币的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如何去购买这个USDT 回到我们的首页 然后我这边是在苹果上面 给大家来操作一下 等我上来之后 点击左上角 左上角这边有这个按钮 点击这个左上角 然后在这边有一个资产管理 资产管理里面有个CRC交易 大家一定要记得 我给大家先来看一下 这边有三个东西 第一个是CRC CRC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这边可以自由的筛选上架 你想买谁的和淘宝一样 你自己去筛选一下 这个快捷交易是什么意思 就是系统自动的随机的给你匹配 有可能会匹配到骗子 这个大众交易大家用不到 所以不要用 然后这个快捷交易容易匹配到骗子 所以呢 我们直接选择这个CRC 选择这边的购买 然后这边选择CNY就行了 然后金额 买两万块钱了吧 然后支付方式 我们选择一下银行卡 选择确定 好 然后这边今天的重点就来了 刚才给大家说的就是 识别交易所里面的骗子 好 然后呢我们如何去筛选呢 大家要看到这边有它的这个成交量 还有成交率 大家一定要选择这个高一点的 然后这边有一个4000多的 有一个1万的 我们选择这个1万的 1万多的 然后再看哪里呢 就看它这边成为商家的时间 最好是一年以上 然后呃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个成交单数 还有这个成交率 这两个东西 这个是一 2 然后这是3 这三个东西一定要这个一年以上 这个越多越好 这个是越高越好 像这个文文 妥妥 像这个商家就没有问题 然后呢我们点击这边的委托单 选择USDT 然后再选择这边的购买就可以了 然后它这边需要验证一下资金 我在这边呢给大家来说一下 我们点击这边的去下单 比如说哎我买2万 然后选择零手续费购买就可以了 我这边呢就不买了 先来给大家以接触的形式来说一下 选择CRC 然后输入要购买的金额支付方式 然后点击购买 然后选择这个时间 然后单数总成交率 一年以上就行 然后选择委托单 选择购买 输入购买金额 点击零手续费 然后点击付款详情 这个卖家会给我们发来一个消息 这个时候呢 他可能会看一下我们近期的流水明细 因为他是担心我们的钱是来路不干净的脏钱 然后怕我们洗钱或者是跑分赌博之类的 然后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找到我们的银行卡 点击我的 然后点击明细 帮我们近期像我这种流水明细给他看一眼 如果他感觉我们的流水没有问题 他这边就会把他的 这个他的姓名卡号 他开户银行发给我们 假设这边通过了之后 我要买一万块钱的 然后我给这个6228这个建设银行 我就给他打过去一万块钱 千万不要还没打呢 就给人家点击这个我已支付 钱打完之后再点击我已支付就可以了 支付的时候呢 也不要乱写什么买比特币理财之类的 不要乱写这种东西 直接钱转过去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的话 大家不用担心这个 商家都是实名认证 而且和淘宝一样都有保证金的 绝对会发货的是会到账的 这个是完完全全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呢 我这边为了做视频的演示 我是提前给大家准备了100个USDT 好 然后我们点击这边的资产 我里面有100个 然后大家看到了没有 这边有两个 一个爱资金账户 里面有100个USDT 然后这个交易账户 没有钱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给大家来简单的解释一下 大家要看好我的钱 是在资金账户里面100个 这个资金账户 只是说明我们的账户里面有USDT 但是不能去交易 交易账户 这边有交易两个字 顾名14亿 是交易使用的 钱放在里面 我可以用来交易 所以呢 我们要把我们资金账户里面的钱 放到这个交易账户 也就是这个资金 放到这个交易 那如何去操作呢 点击这边的划转 从资金放到这个交易 对吧 刚才给大家说的 从资金放到这个交易 从资金到交易账户 然后选择USDT 选择税大 选择确定 没问题了 看见没有 钱去这个交易账户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去交易了 点击这边的交易 这里就是我们 这个交易的页面 好 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下 这里是我是买入 这边是卖出 然后这里是我的当前要买的币 这个是ETH 是我要买的币 然后这个3419 是当前这个ETH 这个价格 那如果我想买别的呢 我想买比特币 非常简单 在这边呢 给大家介绍一个网站 叫做飞小号 大家可以去谷歌 一定要去谷歌 在百度的话 你是搜索不到的 谷歌搜索一下飞小号 然后第一个网站 然后点击进来 假设我们想买比特币 你不能输入中文比特币 你必须输入BTC 你想买这个锐波币 你需要输入XRP 好 我们现在买比特币 点击这个ETH 这里 然后我们输入BTC 点击确定 然后这边有个币币 我们点击 大家看到了没有 这边变成比特币了 然后这边变成六万一了 我们想去买狗狗币 我们看一下 这边有个狗狗币 我们输入DOT 然后选择BB 看见没有变成0.12了 好 那我们继续 我们选择ETH 想把以太坊点击这边 然后呢这边我们选择一下买入 然后这边市价委托 我们把它改一下 刚才是限价委托 我们需要把它改成这边的市价委托 因为市价委托的话成交速度比较快 然后我们拉满 拉满之后这边可用100个UST 可以买0.02个以太坊 我们点击买入就行了 好我们现在买入的价格 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现在买入的价格是3419UST 好那我过两天可能这个以太坊涨了 我们想卖出 那如何卖呢 点击这边的卖出 点击市价委托 给他拉满 点击卖出就行了 假设现在以太坊涨了3519UST 然后我们点击卖出 然后再点击拉满卖出就行了 这样的话是不是3419买3519卖 我们是不是盈利了100个UST 好那我们这个时候想换成钱 如何换呢 大家看我的操作 刚才 我们买币的时候是从资金账户 放到这个交易账户 对吧资金账户放到交易账户 那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想去卖币了 我们就需要来一个反向的操作 我们需要从交易账户 把他的钱放回去 就是从这个交易账户 放到这个资金账户里面 如何放呢 点击这边的滑转 交易放到这个资金 好 我们换一下交易放到资金 选择USDT 选择最大 点击确定 好看到没有 钱回来了 这个时候我们选择交易 然后选择这边的欧益 然后回到这里继续点这个 然后选择CRC交易 这个时候还是选择CRC 这个时候选择出售了 然后我们和刚才一样 选择这个老商家 这边有个9万多的 我们看一下他 他就可以 22年的老店铺 然后9万多的99.96 非常好 点击这边的委托 然后选择这边的出售 点击最大 选择这边的最大 然后我们选择零手续费出售USDT 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完成了一个 3419买3519卖 然后盈利了之后 把这100个换成人民币的一个全过程 当我们这边点击零手续费出售之后 卖家就会把给我们的银行卡里面 转过来731人民币 这样的话是不是一个流程就跑通了呢 是不是很简单 好感谢大家的观看 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 1372 美国芝加哥商业买卖所团体明天10月31日公布 将从2017年第四季度末尾推出比特币期货 只带一切相关监管检查宣告终了 在比特币取得期货市场赞同后 市场担忧这将惹起投机狂潮 金融危机可以重演 美国证券投资公司Themus Reading的负责人Joe Sousy表示 我团体喜欢比特币这个概念 但是当华尔街的创新者们末尾打包一些 他们并不知道终究面前是什么的产品 并给其贴上衍生品的标签 这让我想起了金融危机去BITC1.12G网站显现 比特币买卖很难遭到涨活 全球往常共有50几个买卖所 其中只需两个在美国 此外 比特币价钱再不同中央也有很大差异 这是由于其并没有一致的定价工具 比特币难以定价这一点正如当年招致金融危机的抵押放款 这令Themusy被感担忧 他以为这将给市场带来庞大的风险 但是更主要的是 Themusy担忧之商所的批准能够使比特币合法化 并且招致监管机构赞同 越来越多的买卖所买卖基金要求 依据比特币买卖平台BISM数据显示 智商所公布决议一小时后 比特币美元交易价突破6400美元 不到一小时涨于150美元 推出比特币期货该局 将使得比特币在期货市场和数字货币交易 两大范围大获优势BTS 至今曾经接收了约3、3万亿美元的资金 并且在故事增加 但是交易者必须了解其中风险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此前就比特币 TF中止审核于往年3月拒绝了 Bitcoin Plus上市要求 SEC以为比特币缺少监管基础装备 以防止布置 Solicy表示 比特币交易能够充益了各种布置和狡诈 除非有一个更好的监管体系来对比特币终止管理 不然比特币交易无益于挽固 Solicy绝非华尔街质疑比特币的独意声响 摩根大通CEO Jamie Dimon之前就数次炮轰 比特币称其为骗局 并宣称将开除公司内从事比特币交易的钱工 世界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被莱德CEO 比特币解称比特币为洗钱工具 不过 智商所就比特币有一个称为比特币参考利率的定价系统 主要将用于对比特币期货合余股价 每天伦敦时间下午4点 比特币将次要的比特币交易所的交易价钱汇固 正在与智商所协作的科普和Solicy的CEO Pinoche 而表示 比特币已被证明可以牢口 透明的反映出全球的比特币交易 即已成为全球金融机构 贸易公司和数据提供商的首选价钱参考 此外 批发投资者正开端参与潜在的ETA交易也得起关心 Solicy正告道 除非市场了解 终究比特币的面前是什么 以及需求承担的风险 不然一个全然不懂的投机市场将会十分可怕 1584 一 现在只要有水 发出来 那就是利润 又不需要上网 运输距离也短 因此价格特别便宜 你在家里挖矿 一度电的成本大概要六毛钱吧 这些水电站旁边的大型挖矿公司的电费成本可能不到两毛甚至更低 根据去年比特币减半钱了解的行情 二 比特币提款商议的卡肯定会被冻结 其实冻结银行卡不是比特币的问题 而是你参与的交易中混入了来历不明的资金 而且资庞大 可能涉及洗钱 一般来说 银行不会直接冻结银行卡 只会限制你的非贵面业务或者只收不负 三 这个不好说 蚂蚁矿机曾说过自己的挖矿成本只有200元左右 而在2014年9月份的时候 各大矿机厂商普遍认为自己的挖矿成本在2000左右 具体的不好说 下图是比特币挖矿收益的基本信息 四 首先 比特币没有被社会公认 世界上只有少数国家承认了比特币的合法信用 所以它不是被社会公认的 其次 它在大部分情况下都不能与其他一切商品直接交换 而是需要转化成其他货币后再交换 二 从货币的职能角度 由于货币是已无法律分析不合法 比特币不是我国法定货币 而是一种虚拟货币 不能和人民币一样交易式 单纯持有比特币是不违法的 只是国家已经限制了比特币的交易 一般只能在个体之间交易转让 不允许公开向公众话首 因为它存在比较大比特币期货怎么操作 比特币期货操作正确姿势解答 比特币最新价格947 华尔街巨头莫尾慎重是谁比特币期货 音讯传出当天 比特币期货价钱继续走低 彭博征引知情者音讯称 会于局部需求清算比特币期货的客户 高盛提出收取100%的保证金 这意味着客户的保证金金额要和比特币期货买卖 合约价值相当上述知情者说 由于这样高的要求 有些客户转投其他清算方 期货保证金制度 要求投资者取出肯定金额的资金作为结算和履约保证 若一上传言实实 高盛的央求就比目前曾经和将要推出比特币期货的买卖 可央求严格 美国时间上周日发起比特币期货合约的美国最大期权买卖所CBE很久 初始保证金比例为44% 美国时间本周日将发起比特币期货合约的全球最大期货买卖所CME本周二公布 初始保证金和坚持保证金比例区分为47%和43% 高盛的保证金很足意味着 其客户将无法运用任何杠杆线作仓 假定要做空也会很省事 金融博客SRHP 高盛这么做实际上允许客户做空比特币 哪怕是在没有杠杆的状况下 上述高盛收取保证金的英俊传出后 计阅比特币期货合约下有所回应 最终本周四收跌1.5% 报16800美元 连跌三个交易日 将其上线交易首日收盘价跌去于1600美元 截图来自CROID 依据以上音讯 和曾经参与比特币交易的经纪商相比 高盛显得更为慎重 华尔街见闻此前提到 与CBOE的比特币期货上市同步 美国最大电子交易经纪商 Interactive Brokers 向客户提供交易比特币期货的业务 但思索到比特币等数字货币坚定机构 Interactive Brokers的比特币期货交易客户不能见空仓 多仓也无限制 保证金比例至少要有50% 不过 高盛已经是少有的已举措支持比特币期货的华尔街大行 CBOE的比特币期货合约临上实现 高盛发言人 Interactive Brokers公开表示 高盛计划为局部客户提供清算比特币期货的效果 英国金融时报上周五征引执行者称 摩根大通和花西等局部华尔街大期货经纪商 不会立刻清算比特币交易 CNBC提到 执行者称 摩根士丹利仍在评估比特币期货 不然摩根大通还没有提供比特币期货清算效率 但不久之后 可以提供 1601 比特币期货的历史价格走势分析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话题 因为比特币作为一种全新的数字货币 其价格鼓动性非常大 一直备受关注 随着比特币期货交易市场的兴起 更多的投资者开始关注比特币期货的价格走势 以此来进行投资决策 首先需要了解的是 比特币期货交易的历史并不长 比特币在2009年诞生 但是其期货合约交易市场直到2017年才开始 2017年12月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推出了比特币期货合约 这也是比特币期货交易市场的开端 从那时起 比特币期货的历史价格走势得以记录 自2017年底至今 比特币期货的价格经历了多次波动 与实际的比特币价格相似 比特币期货价格也曾经飙升至历史最高点 随后又大幅下跌 这一波动现象可以从2017年到2021年的比特币期货价格走势图中清晰的看到 在2017年12月 比特币期货合约初始价格约为2万美元 之后在2018年初开始下跌 在2018年6月 比特币期货合约价格已跌至约6400美元 随后再次上涨至约8500美元 但是在2018年11月 比特币期货合约价格又一次暴跌至约3000美元左右 在2019年 比特币期货合约价格波动相对较小 价格在2500美元至4200美元之间波动 到了2020年 比特币期货合约价格开始再次上涨 在2020年10月 比特币期货合约价格达到约13800美元的历史最高点 然而2020年11月 比特币期货价格再次下跌 回落至约7500美元 在2021年 比特币期货合约价格的波动性再次增加 在2021年1月 比特币期货合约价格升至约19500美元 创下历史新高 但是 最后的几个月中 比特币期货合约价格持续下跌 在2021年5月 比特币期货合约价格下跌至约3万美元左右 总体来说 比特币期货合约的历史价格走势显示出了极大的波动性 多次突破历史最高点 也多次大幅下跌 这种价格波动性使得比特币期货交易市场充满了风险 需要投资者进行谨慎的投资决策 比特币期货 1. 比特币 实际没有任何价值 现在这么贵 很大一部分是被资本炒作起来的 剩下那部分是黑产运作 再讲比特币的上限2100万美元错 但是懂的人都知道这玩样是没有下限的 一枚比特币 可以被分割成无限的快 这相当于比特币 2. 局部战争的话 比特币作为避险资金 会刺激其价格上涨 比如每当伊朗和美国有冲突的时候 价格就会上升 但是如果是世界大战 任何投资产品都抛了 因为那时候人人想着逃命 还想着黄金和比特币上升 崩了 但是世界大战不大3.2020年7月14日 比特币行情最新价格EBTC 64,449.80人民币 温馨提示1 由于市场行情实时变动 此数据仅供参考 具体以交易时实际的行情价格为主 2. 入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应时间2020年7月14日 最新业务变化情已四 中国十大虚拟货币交易平台 分别是中国比特币 NB行 火币网 聚币网 云币网 中国比特币 BTCC 币安网 比特时代极为比特 YBTC 1. 中国比特币简介 由北京十星宝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运营 成立于2013年初 面向全球 5. 根据2020年1月3日的货币换算比例 一个比特币等于47000人民币 和法定货币相比 比特币没有一个集中的发行方 而有网络节点的计算生成 谁都有可能参与制造比特币 而且可以全世界流通 可以在任意一台接入互联网的电脑上卖卖 比特币期货简介写答 比特币最新价格1921 6. 没禁止 但是也不支持 比特币期间有变增币主化解答 比特币价格消息1220元 1. 2014年 招商银行 华夏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 中国光大银行 平安银行 农业银行 普发银行 网发银行 新业银行 东商银行 交通银行 民生银行等13家银行宣布禁止比特币交易 随后 支付宝也发布公告 禁止比特币等交易2.6月12日 比特币价格大涨13.61% 从4000元之下 一气占上4400元关卡 13日 行情继续延续 开盘报4408元 随后最高升至4802元 随后两天 比特币价格走势温和平稳 前日开始 又开始飙升 当天上涨超过6% 以4888元收盘 3. 详情请查看视频回 4.1. 区块链 Buckin是分布式数据存储 编对点传输 共识机制 加密算法等计算机 技术的新型应用模式 所谓共识机制 是区块链系统中 实现不同节点之间建立信任 获取权益的数学算法 2. 区块链是比特币的底层技术 将一个数据复杖 5. 基于密码学的设计 可以使比特币只能被真实的拥有者赚一货之复 这同样确保了货币所有权与流通交易的匿名性 比特币其总数量有限 货币系统曾在4年内只有不超过1050万元 之后的总数量将被永久限制在2100万元 6. 一般都是在比特币交易所里直接看行情 有业内人士指出全年比特币的走势 加密数字货币市场仍有巨大风险 个人投资者在投资加密货币之前 应考虑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不要盲目追高参与 根据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 比特币木马怎么办简单 510 1. 比特币在北美、西欧、伊朗、伊拉克和土耳其等国家可以合法使用 北美和西欧是对比特币认可程度最高的地区 伊朗、伊拉克和土耳其都承认比特币的合法性 阿富汗、巴基斯坦、沙特和埃及则对这种加密货币实施了不同程度的限制 2. 比特格特币不能代替比特币比特币 比特币的概念最初由中本聪在2008年11月1日提出 并于2009年1月3日正式诞生一日 根据中本聪的思路设计发布的开源软件以及建构旗上的P2P网络 比特币是一种P2P形式的数字货币52 比特3 比特币不是我国法定货币而是一种虚拟货币 不能和人民币一样交易使用 我国范围内有比特币存在 单纯持有比特币是不违法 只是我国已经限制了比特币的交易 一般只能在个体之间交易转让 不允许公开向公众发售 因为它存在比交色 以太坊是一个可编程的区块链 与比特币不同 以太坊并没有给用户提供一组预定义的操作 比如比特币交易 而是允许用户创建他们自己的操作 这些操作可以任意复杂 这样 以太坊成为了多种不同类型去中心化区块链的平台 五 所以需要以美元作为中间货币计算 目前比特币在美国市场的最新报价是 EBTC等于7162.67美元 目前离岸人民币是1美元等于7.02元人民币 用7162.67乘7.02等于50281.9克元人民币 那么可以认为目前市场价格EBTC等于50281.9克元人民币 6.1火币网 火币网资产38.96亿美元 拥有830个交易对 24小时成交额131.68亿美元 火币网是由北京火币天下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运营 2013年9月上线 是全球领先的比特币交易平台之一 2.OKEX OKEX资产3535.06万美元 比特币未来价格总是解答 1976 3.全快一条钱包呢 我和我身边好几个朋友都在用 快一条钱包有华语播 支持上百款热门币种实时存储和转账 4.此外 支付宝已经为部分用户推出了数字人民币模块 打开支付宝后 点击我的可以看到数字人民币选项 与花呗银行卡并列 不过这个功能还在小范围内侧 只有白名单测试用户才能看到合适 其他用户需要等待官方稍后开放更多 5.比特币价格之波动还是挺大的 最新的价格在6800到7000美元 相比上个月的3000多美元 价格差不多涨了一倍 比特币的风险还是挺高的 投资需谨慎 特别是一定要选择安全可靠的交易平台 相对来说 OKG交易所这样的大型平台 增加比特币未来会怎样 比特币还有价值吗? 1540元 1.上涨为牛市 下跌为熊市 2021年比特币先跌后涨 先熊后牛 熊牛交产 涨不会一直涨 跌也不会一直跌 虽然存在牛市 但更多的是熊市 2.法律分析 中国目前没有法律封杀比特币明文规定 所以挖矿 赚比特币不违法 比特币虽然并不属于法定货币 不具有法律强制性 但是民众在自愿承担风险的情况下 可以自由参与比特币交易活动 法律另有其他规定的 应当依照其规定 3.比特币在中国价格最低价格是437.92人民币 最高价格是21750元 比特币的历史最低价格出现在2013年7月6日 最低价跌到了437.92人民币 比特币供应量萎缩 工需关系是影响比特币价格的重要因素之一 4.由于以下原因 中国不承认比特币为合法货币 1.首先 比特币从本质上是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资产 但是比特币的存在是有很大的风险 2013年8月 德国宣布承认比特币的合法地位 并已纳入国家监管理系 德国是世界上首个承认物 另外LTC的数量也是BTC的4倍 总数为8400万美 目前LTC采用推幅算法 需要大量内存支持 市面上的专业矿机不能用于LTC挖矿 只能用钱卡 来特币和比特币有什么区别? 1.交易更容易使用 量更大 升值潜力更大 博确认6.在物理世界中购买金币 那么在区块链这里很不一样 比特币并不是存在家中或金库中 并不存在一个数字文件表示你的比特币 如果头脑中参照的是银行的损款 那么你可以假设 你的比特币就存在于一个帐篇上 我们已经 比特币未来几天行情解答 5151 任何一家支持比特币交易的平台 都存在交易平台自身的钱包 还有数不胜数的在线钱包 手机PP比特币钱包 官方的比特币钱包 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种 下面是官方给出的比特币钱包下载地址 2.不是骗局 合法 1.比特币简称BTC听起来很难理解 但实际上 比特币的定位已经很好理解了 比特币是一种数字货币 总量为2100万 与互联网一样 它具有去中心化 全球化 地名化等特点 将比特币转移到地球的令三 比特币现在国际行情是持续暴跌 目前比特币一度跌破3万美元大关 比去年11月的历史高点 约6.9万美元下跌了56%以上 由于最近两年一些传统金融机构进入比特币市场 对于他们来说 比特币只破是一种可以配置的责债 4.根据2020年1月3日的货币换算比例 一个比特币等于47000人民币和法定货币相比 比特币没有一个集中的发行方 而有网络节点的计算生存 谁都有可能参与制造比特币 而且可以全世界流通 可以在任意一台进入互联网的电脑上 买卖5.2010年5月21日 2010年5月21日的第一次交易是佛罗里达程序员 和所有换铁在国币网用1万购买的价值25美元的披萨优惠券 比特币未来10年将会怎么样解答 比特币最新价格 1016 1.1 计算公式为出口商品换汇成本等于出厂所需 从成本出口销售净收入 2. 注意计算托盘加集装箱的装运方式额外费用 3. 使用正确的运价标准计算运费 通常换汇成本低税务局是不会管的 因为你赚钱了 只要及时足额交税就行了 但2.3 比特币在中国不合法 中国尚无法律保护比特币交易 4. 比特币投资目前在我国没有明确的法律确认其合法 也没有法律禁止比特币的发展 比特币仅仅是一种技术和方法 不存在是否是骗局的说法 但不同的比特币投资根据其形式 3. 第四 比特币是算法货币 比特币的发行机制依靠的是数学算法来建立自己的信用 而数学运算的结果是高一致信用 因此最容易取得全球的共识 比特币的核心就是一套高可信用 高一致信 高透明度 规则严密 中 公开 公正等 4. 比特币其总数量有限 等货币系统曾在4年内只有不超过10000万元 之后的总数量将被永久限制在2100万元 哦 这样说吧 真正的数字货币是有价值的 各人认为今后只会有一种真正的数字货币国家废出的各个国家达成共识的数字货币 受理环境比目前的信用卡可以 支付工具PayPal等更简单 成本更低 更安全 无往勇往均合使用 而比特币6 可以 比特币可以在国内交易 2017年9月 中国政府关闭了交易平台的充斥和提显功能 禁止比特币交易 但比特币交易的方式仍然存在 所以BTC提币后可以卖 比特币未来的发展前景解答 1329 5.2014年2月25日 比特币中国的比特币开盘价格为3562.41元 截至下午4.40分 价格以下跌至3185元 跌幅于10% 根据该平台的历史行情数据显示 在2014年1月27日 一比特币还能兑换5,032元人民币 这意味着 该平台上不6.2021年3月10日 比特币价格是人民币价格36.36万元 也就是说一个比特币需要55,925.97美元 24小时最高价56,310.74美元 24小时最低价53,078.81美元 24小时成交额是297.11美元 比特币历年来价格汇总1.2016年 比特币本地钱包大小2022解答 1707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和互联网技术的进步 数字货币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而作为最受欢迎的数字货币之一 比特币机已经成为数字货币交易用户首选的工具之一 那么比特币机为什么能够满足数字货币交易用户的需求呢? 首先,比特币机的操作简单快捷 使用比特币机进行数字货币交易只需要几个简单的步骤 用户只需要将自己持有的数字货币插入比特币机 然后根据屏幕上的提示进行操作即可完成交易 相比传统的数字货币交易所 比特币机无需注册账号 获成简单快捷 大大提高了数字货币交易的效率和方便性 其次,比特币机的安全性非常高 比特币机通过加密技术和防蹭改技术确保用户交易安全 此外,比特币机的交易不需要任何第三方的介入 用户的私人信息不会被泄露 这也保障了用户交易的安全性 再次,比特币机的交易费用低廉 传统的数字货币交易所通常需要用户支付高昂的交易手续费 而比特币机的交易费用非常低廉 大大降低了用户的成本 最后,比特币机的交易负贷命果 目前全球范围内已经有大量的比特币机设立 用户可以在大多数国家的主要城市都能够找到比特币机 方便用户随时进行数字货币交易 总的来说,比特币机之所以能够满足数字货币交易用户的需求 是因为它具有操作简单、安全可靠、低廉的交易费用和广泛的覆盖面等诸多优势 随着数字货币市场的不断发展 比特币机将会在未来更加广泛的应用 成为数字货币交易用户实现资产增值的重要工具费用